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電台 小楊哲 你在社會打滾那麼多年 你有面試過人或是去面試的經驗嗎 當然有面試的經驗啊 而且我們以前面試很困難 不像現在 現在有什麼人力銀行有沒有 我們以前就是看報紙去面試 對不對 你就看報紙 看看有你自己喜歡合適的工作 你就打電話過去嘛 那時候我就看到有一個 我一看了 微之一震 因為我覺得上面找的就是我 因為上面 不是洗碗工 他上面想說 前面這兩個就跟你無關了 就我 然後後面寫說 我想說純聊天 因為我是誰都可以聊天的人嘛 最後一句最經典了 哇 你說是不是很符合我 我就去應徵啦 我跟主考官相談甚歡 對不對 結果 結果咧 有上嗎 結果沒有 還是沒有錄 為什麼 因為她要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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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就 在應徵什麼工作啊 對啊 它上面寫公主啊 公主那妳還去應徵 對啊 我公主病啊 我看妳不是公主 妳是有病吧妳 真的 什麼有病 妳就純粹有病而已 對 因為那個時候妳不知道嗎 因為現在有網路對不對 對 人家去面試應徵 還會給評語 對不對 妳就知道這家公司 到底可不可靠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們這個 東方人啦 面試有很多的禁忌美感 也不知道外國人 是不是比較隨性一點 還是說他們比我們更嚴格了耶 對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了 好啦 求職面試 先算命 先排八字和星座 樣樣都有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對 所以在外國應該就沒了吧 對啊 那當然對面啊 找工作好難 求職花招 百百種 我們聯合國代表 歡迎 好 算了 每到這個時候 許多剛畢業的新鮮人 將邁入職場 而首要面對的挑戰 就是面試 今天各國新男們 要來教大家 各國面試有什麼重點呢 請問在你們的國家 找工作是件簡單的事 容易的事嗎 容易的話請舉圈 不容易請舉擦 好像集體 早上都有去舉過工齁 沒辦法 人家面試的 清一色就是要穿這種身色 服裝打扮 誰像你穿的嬉皮笑臉 對 笑起來 德國應該算歐洲 全歐洲 因為我們不像其他的國家經濟 那麼不好 因為我們 我們不會偷懶嘛 他只有比西班牙這邊而已 對 那邊還不錯 特別是西班牙什麼的 對 其實德國十年前 也不是這個樣子 十年前我的一個好朋友 剛畢業的時候 他投了大概六十份履歷 連一個試鏡也沒有 不是啊 那個 面試 不是 是嗎 面試 石城大海的意思啦 對啊 六十份履歷沒有一個面試 完全沒有 那也是叫面貌較好身材高挑嗎 那是你 因為那時候 剛好是那個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2008年的時候 但是現在 德國現在經濟很好的 那所以他現在 反而說 他跟 他是一個公司的經理 然後他跟 其他的經理朋友討論這個事情 現在很多公司很缺員工 甚至 他們 可在乎你會不會講德文 你會不會講英文 真的假的 你是滿多輩子都沒有 不會講德文 不會講英文 那會講什麼文 對 所以他 我的德國朋友就 我問他那個朋友 那怎麼辦 他就說沒關係 我們願意請一個老師 教你你所有需要知道的東西 沒有人要進入 可能是物流公司 可能要一些比較無聊的東西 那他們可能缺乏這種人才 所以他們覺得沒關係 我們培養你 你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 就是太去了吧 中小企業 如果大企業的話比較難 中小企業 所以可以這樣說說 德國我現在的工作缺職太多了 對 所以各位台灣朋友 如果你不會講德文 不會講英文 沒關係 到中國 你找那種中小企業物流公司 你可以 不可難 我們的運氣不太好 但是很容易找到工作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十一年前 如果你要找工作很難 因為你一定要靠關係 父母的關係 或是朋友們的關係 或是你需要認識對的人 他們就會幫你跟公司講 這個人很不錯 你可不可以給他機會 你就有機會 如果你什麼都不認識 你自己寫信給他們 自己找工作 沒辦法 他們就不理你 但是呢 從那個時候 很多人開始去德國 英國 波蘭 俄國 所以這十年差不多一千萬個烏克人 去國外上班 哇 去國外 然後五百萬個人合法的 五百萬個人不合法的 但我還要說英國 因為英國我十年去那邊 很容易找工作 現在很難 為什麼 對外國人來說 因為那個時候 我就很容易可以找到 現在我聽說很難 什麼地方去 但是英國人跟外國人都推薦 條件一樣 你要照工作 你一定要有推薦信 沒有推薦信就沒辦法 這是一次沒機會 你沒有經驗的話 還需要大學的推薦信 教授推薦 你的老師幫你寫 你是什麼樣的學生之類的 他們真的會看 然後還會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就打電話 你的大學或是打電話 你的公司問 這個人是給你們的推薦信 他怎麼樣 他們會問 因為在台灣你們知道 一半一半 對 像我那時候在開火鍋店 我那時候請員工 真的是從開店 那個真人騎士就貼在那 然後一直到 後來把店頂掉 他沒有拿下來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麼缺工 對 其實我其實覺得台灣的工作 應該很好找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說 好像現在台灣就是很難 還是因為那個看板就是店名 你說火鍋店叫真人騎士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 那時候我們在選 我們在面試員工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辦法 真的挑員工 就有來面試 我們就很趕快 就阿彌陀佛了 那時候每天都在找員工說 你們認識了 你要認識 真的 那時候還跟他們求救 薪水還開得不... 對 其實薪水我覺得不低 開得滿漂亮的 我就是底薪三萬二 然後全勤力計 然後三個月後就挑薪好 這不是重點 那時候就是有人來面試 他來我店裡面試 那通常在三四月的時候 比較多人來面試 為什麼呢 因為剛好是火鍋的淡季 淡季 4月 比較輕鬆 對 4到6月其實是火鍋的淡季 那他們就會選擇來 這時候來面試 那我也覺得OK 因為淡季的時候 你比較好教員工 還有一個 為什麼是三四月 因為過年大概就是一二月 要換工作 好年完年終了 對不對 應該差不多要跳槽了嘛 對 就是有你這種人 他講的真的是事實 事實是這樣 那所以到時候三四 譬如說四月份他來上班 上到差不多七月份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 蛤 蛤 為什麼 忘記要來了 喔 不用啦 我想去飲料店上班 因為 你快別這樣 你真的說喔這樣 那你不要趴了對不對 他隔天就馬上找到工作了 他一定是先找好 才來跟你試試的啊 可是他們真的很快 所以你說台灣不好找工作 我覺得還蠻好 服務業流動率真的很大 服務業真的很缺人 很大 流動率 留不住人 對 留不住人啊 對… 我家的 義大利在求職這個方面 非常不要臉 為什麼呢 因為基本上 不管你的學歷多好 沒有人在乎 義大利很多的這個 畢業真數都是假的 都是偽造 假的 真的 假的 真的 對啊 有沒有聽說 我們前幾天 義大利連政府還沒有 然後前幾天曾有 我們姓的部長 被媒體暴露說 他的畢業真數都是假的 是偽造的 為什麼呢 這是真的 我們有論者 這是因為沒有人在乎 義大利求職 靠兩個字 就是關係 那我們在靠關係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需要有推薦你 推薦在台灣是很好的一件事 比如說我在申請大學工作的話 他們都需要至少三個推薦人 但是這個是正面的意思 意思是他們知道你有能力做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 義大利不是 義大利的推薦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他們已經在這個公司裡面 或是跟這個公司的老闆 有很好的關係是朋友 他們才可以把你拉進來 但是最不要臉的一件事 在義大利大家做的 雖然大辣辣的做 我被誰推薦進來 雖然我沒有資格在這裡 可是我還是在這裡 哈哈哈哈 大家都這樣做 對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原本在義大利 不是從事那個口譯工作嗎 但是其實一開始我最大的夢想 就是翻譯書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喜歡從事文字工作 好嗎 我們要開玩笑 從2008年開始 每天寫十封信 第一次回我是在2013年 哇 而且為什麼回我呢 因為他們受不了了 不要再寄來了 不要再寄我了 不要再寄我了 人受你五年了 這也是一招喔 你知道在義大利有一個說法 非常難聽 但是我還是得收尾教育一下 觀眾朋友 我們講說如果你要招倒工作的話 要做兩件事 一個是 第二個是 對 什麼 你說這樣嗎 對 天啊 好看嗎 他示範 他示範得非常好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我們的家長自曉跟我們說 如果你長得很美很正 其實你可能很容易找不到工作 為什麼呢 因為老闆喜歡你 你們看這個 這個是前幾天在義大利的一個 真人公告 我把你們圈起來 你們看那個綠色的 我稍微翻譯給你們聽 綠色的字 最上面是我們叫一個 跟仙人一樣美 一個美女一個正妹 然後呢下面是 你從事之一份工作的時候 一定要穿得很性感 然後呢 一定要接受新的挑戰 你們解釋什麼叫做接受新的挑戰 所以你解釋什麼叫接受新挑戰 而且要穿得很性感接受新挑戰 不管我就是愛新挑戰 但是我跟你講 有很多心機很重的正妹 他們故意穿得很大去那個面試 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子 他們才有機會 因為想獲得多少 就要付出多少 那請問我們今天這三位穿 喔 還有小百合 我們哪一個會中啊 喔 性感耶 對 因為 哪裡 沒有 我跟妳講 她應該是 欸 你不要這樣 我她應該 欸 如果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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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輩這樣不禮貌 還是其實珍妮姐把裡面那一件 往上捲的話 欸 人家小百合也站起來了喔 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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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我進去 然後咬著翅膀呢 他們可能會跟妳 心長啊 還是妳咬老天路的鴨子 沒有 沒有 我們剛剛講美女 男人的話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沒有穿靈帶 為什麼呢 因為穿靈帶太給爸了 他們覺得妳就是故意咬給他們看 妳穿得很正式 給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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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有領帶 對 如果像小楊哥穿這樣呢 對 沒有 他們會跟妳說 我們會在打電話通知 拜拜 日本也很辛苦啊 真的嗎 真的嗎 還好吧 因為我 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是4月1號 0點 0分 0秒 全國開始報名 然後找工作 我們一起報名 一起 報名找工作 對 像比賽一樣 有規定這樣喔 上線 有規定 一起上線 全部在電腦前面這樣上線 是喔 真的 所以那個 有電視劇有演耶 有電視劇有演耶 真的喔 應該有 對 在那個電腦 那個還會當機 那時候會當機 因為很多人 流量太大 對 流量太大 然後我們大概那個 努力表 然後真的去的是30多個公司 去面試 妳去30個地方面試也很累耶 對啊 日本很大 那其實有面試的機率還蠻多啦 因為剛才有一個人講 他投了60幾分沒有一個啊 到現在還沒有啊 對啊 為什麼投這麼多 去那個面試的公司這麼多 是因為那個 除了最想去的公司之外的面試 都是拿來當個練習面試 喔 備份 對 怕當地會緊張嘛 所以先去其他的 不想去的公司 隨便去參加 然後練習幾次 那請問一下 如果假如妳現在進來 然後要跟她面試的話 妳第一個會做什麼 會是怎麼樣 第一個 首先是 那個面試官說 喔 這個不要先這樣 對 因為超級多 對 然後從右邊開始做 走進來做 這個如果做做的話 對 超嚴格 對 超嚴格 對啊 我們都在考那個 懂不懂日本社會的常識 這樣子 從右邊開始 對 那時候 對 從右邊開始 我們是那個 都沒有補助招東費 像是我 如果民股無人 我是民股無人 是 然後要考東京的公司 然後我們面試是 大概 每一個公司都有 三到五次的面試 都考上才可以 從新幹線就做翻了 對 新幹線 哇塞 真的很多錢 從民股到東京來回 兩萬多日幣 兩萬多日幣 對 日幣 而且要三到五次 要三到五次喔 用那麼多次幹嘛 所以等於一個公司面試 它要花掉十萬日幣喔 對啊 然後第四次 有可能沒選項的話 就白費了 所以你根本就要在大學時期 時期就已經要存錢了 為了找工作 為了找工作的 太可怕 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 這種日本的那個 很多小動作 像是網遊邊走啊 或者是交通費很貴 其實還可以嘛 還可以上公司嘛 可是我們韓國的公司的要求 太難了 真的 有很大的兩個原因 一個是 像是 年紀 簡單來講我好了 我現在已經二十八歲嘛 如果我去韓國 幾乎都找不到工作 因為我年紀二十八歲 已經過了 你太老了 才不到三十歲啊 二十八歲就很難 可是真的你超過三十歲的話 幾乎都沒有公司想要你 那幾歲找工作是最好的 二十四歲到二十六歲 都是新來的 因為韓國的那個 韓國是很禮貌的一個國家嘛 所以我們在韓國年紀差一歲 跟四十歲一樣 一樣差很多 所以 就老闆們怕 如果你的主管是比你小的話 主管不能叫我做什麼 所以他們怕這件事情 主管也不能是太年輕 對啊 叫不動他 對 然後還有 還有第二個原因是 像是我在補餐念大學嘛 那公司的老闆都不喜歡補餐的大學 或者是其他大學 他們最喜歡首爾的大學 所以你會偷改 那個吧 偷改學的意思 所以現在我這種人 就回去找不到工作 那在浦山沒有工作可以找 一定要去首爾嗎 可以啊 可是那一些 Samsung或者是 Hyundai大家都想要的 大公司都是在首爾 像是薪水十萬多塊的那種工作的話 都是這樣 你有曾經去這幾個公司應徵過嗎 沒有啊 沒有啊 看得出來 24歲到29歲 那個時候我都在國外 對 所以我就講 在澳洲了 已經變成老人 就是 五分都要考公務院才對了 公務院 對 在西班牙有面試這個東西嗎 很少耶 其實我們來到最最慘的一個國家 因為我剛剛聽到各國的問題 我們是全部都有 而且是加倍的 就是各國問題的一個組合在西班牙 對 就是 剛剛講到那個 要美女 這個我們很上手 很緊張 你用上手來形容對嗎 用上手來形容 因為國家沒有工作 移民到別的地方 我們也是 那個什麼人才外流 人口外流 西班牙這個現象也是最嚴重的 那我們是 好像我有講過 我們是第二個 第二個 大概才歐洲只有義大利可以比 但是我們還是贏很多嘛 只有希臘贏我們 對 然後 我們有的工作是季節性的 就是只有六七八月才有工作 其他的就是從 九月到五月 整個都是大家都在失業 那 九月到五月 忘記那種的 是觀光季 所以很多工作 沒錯 我們現在西班牙的禁忌 完全是靠那個觀光課嘛 觀光 那我以前在西班牙念那個碩士的時候 我去應徵一個 那個叫什麼希爾頓嘛 那個連鎖辦店 對 心理人員 他們不僅要求外語 他們也要求那個外表 像他說的 剛好兩個都有對不對 對啊 但是 這真的不錯啊 對 但是他們還是因為我太矮了 沒有上 對 心理人員還要跳多高 那你有脫衣服給他們看嗎 合靈 合靈 好像女生可以 男生他們這個 不考慮 不是 但是因為你拿行李要離地很近啊 對啊 有力氣比較重要 對啊 行李員要一百八幹嘛 對嘛 對嘛 對啦 我有講我是田徑的 我跳得很高 所以你會拿著行李要用跳的 跳到二樓 用丟的 對 但是那個佩德羅說的狀況 我真的有遇過 因為之前 前幾年的時候我去那個西班牙打工 那時候 什麼都不會 唯一會的工作就是泡咖啡 剛好他們那個 旁邊有 就是咖啡師 那時候還寫得很漂亮 說一個小時的時間 15歐以上 所以覺得欸不錯 15歐以上真的還蠻不錯的 15歐 對 15歐以上 所以覺得還不錯 結果我去面對 然後那時候也是非常多人 去那個排隊去應徵 結果呢 那個時候考試就是 泡個三杯咖啡 給他們那個老的那個 咖啡師跟那個老闆喝就好 結果喝一喝他就說我過了 然後我覺得欸怎麼可能 外面一堆人在這個排隊 就面對 結果居然是我過了 而且你是外國人耶 對 後來我才知道是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那個工作只有六七八月有 因為那六七八月的時候 他們都忘記 所以那時候要的人非常的多 還有第二個 因為那時候是 所以那時候老闆跟我講的時候說 欸其實我們雖然寫是15歐元 其實但是我付給你的 不可能那麼多 因為你是非法的 這不是詐騙機段嗎 對 所以我沒有 所以他就講啊 所以他一個小時 給你5塊歐元你要不要 差好多欸 對 沒錯啊 當然那時候 因為什麼工作也沒有我就接受 所以可是你要想想看 第一個 這個六七八月的工作 而且 15歐的這個 牌價 他只願意花五塊錢的歐元 去請一個所謂的 part time的人來開 你知道說其實 他們的這個就業環境 是非常非常差的 說不定他其實講你 非法只是騙你 要殺價 對啊 對啊 那在西班牙有沒有 什麼樣的工作 是大家特別喜歡的 最近很憨是那個 麥當勞 因為好像 我們最基本的那個 勞基法的公司 好像是五塊歐元嘛 但是好像 麥當勞是六塊左右 對 而且 就多一塊就對了 如果你幸運的話 你還是可以維持一整年 那這個已經搶到 西班牙的那個麥當勞 都完全不確認了 那我們開始移民了 像他說的就是那個 大家都去 德國 英國的麥當勞 就應徵嘛 就是我們很多很 很優秀的年輕人都有 碩士 博士 還是去英國 德國當一個 還是要上高的電視節目對不對 這個 因為 對 賀少侠 你Cue他這個 你跟大家道歉 抱歉 對 我也算是一個 人才的外流 好了 每個國家真的 都是有不同的 很難唸的一本經 但是呢 在各國呢 面試上面有什麼樣的禁忌 或是有什麼樣的請規則 我們要注意啦 說不定哪一天我們 也可以到那一國去工作 有夠機會啊 對不對 好 我們來先看一下德國 所以在德國面試呢 這些哪些禁忌是 絕對不能做的 哪一個點一定要做呢 絕對不能做的是 不能轉換工作領域 欸 這個應該是說 如果你要換到比較低的職位 可以 可是如果一樣高的話 或比較高 會非常非常困難 像我的一老朋友 他是物流公司的總經理 他的表現也非常的好 但是他做這個工作也十年了 他覺得很無聊 都沒有挑戰性 他每天都在做一樣的東西 他覺得他想要完全 就是進入完全不同的領域 所以他 有一個生物化學的公司 需要 需要新的總經理 他覺得很棒 我覺得這個很有挑戰性 他也去了試鏡 好像兩三輪的試鏡 不是 試鏡 對不起 面試 他去兩三輪的面試 但是最後呢 那個老闆就說 不好意思 雖然你在你的領域表現得很優秀 可是 你對我們的領域太陌生 我們還是沒辦法用 但是他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跟他聊 所以他其實很有興趣 可是 其實我的那個德國朋友 他在自己的領域 在全德國都很有名 對 可是連他也沒辦法換 可是你 他可能怕你忽然轉換 你要適應一下 要重新 要開始累積 所以要換到別的領域 如果你還很年輕 然後你要從很低的職位開始可以 但是如果要從經理 到另外一個經理 你最好要有相關的經理 了解 其實日本也是 因為日本也是現在 還是剛畢業進一個公司 做到退休 還是一般的 所以 那個 如果做三年 像我的朋友是做三年 那個 教過小孩 那個幼稚園 幼稚園 幼稚園 對 做了三年 不過那個教過小孩有點累 那個體力方面有點累 對 要換那個一般OL的工作 不過結果三年之後 換工作 要繳工作的時候 完全找不到 對 因為 年齡 第一個是年齡 越年輕越好 而且那個幼稚園的老師 跟OL的那個領域 剛才像她說的 不一樣 工作不一樣 對 太不一樣了 所以都沒有繳到 現在她還在繳 真的喔 所以也不能隨便的 從OL有換到 對 因為她希望你來 就是極戰第一經驗 如果又要重新訓練 然後你年紀又有一點的 蛙蛙 好現實喔 是不是 對 那我們要來看一下 在義大利面試 哪些經濟絕對不能賺呢 面試不能有手勢 可是你們義大利人講話就是 會有多手勢 我們準備面試的時候 然後呢我們都要在家裡照鏡子 喔 我說鏡子 照鏡子 然後練習 不能有太多的手勢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有太多的手勢的話呢 這次老闆會覺得你 怎麼說呢 會現得不太穩重 當然不是說你要變成一個殭屍一樣 但是至少也要避免或是要講低 你不能一直講話就這樣 你知道嗎 那有一個辦法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不動手 不動手然後用眼睛 這可以 你可以直視老闆的眼睛 然後用你的眼神跟他溝通 他這個可以 你可以現在示範一段不要用手勢 心電感應 然後跟老闆溝通一下 自我介紹 哪一位老闆 正立姐是不是 都可以啊 正立姐會這樣 正立姐當過老闆呢 我非常喜歡在火鍋店工作 因為我覺得 在台灣冬天很冷 所以我們在火鍋店裡面工作 會覺得很舒服 你看起來就很可怕 真的啊 因為會殺人 你那個眼神 你看我好像不用你 我就會死掉 對啊 會把蝦裡藏刀 會在你的廚房磨刀有沒有 對啊 然後手不動 然後腳在那邊 喇你 沒有 沒有 但其實對你們來說應該還好 因為你們講話 沒有很多都是手勢 但是對我們來說是 真的很麻煩 可是有時候 有些手勢是比較活潑 對 樂趣嘛 對不對 但確實有時候也會讓人家覺得 好 滿輕調 那在韓國面試有哪些禁忌不能做呢 不能穿黑色以外的內褲 西裝 西裝 對 我覺得好像我們韓國人 他在外面的那個樣子 我們那個 尤其是interview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穿得一模一樣 就是 黑色的褲子 白色的襯衫 黑色的領帶 像是這樣 蔡博文 你剛剛講的哪一點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看得到 內衣嗎 對 蔡博文 或者是韓家的這個沒有領帶 真的是不行 然後 小俠的那個領帶太... 小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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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領帶有花紋 太紅了 也不太好 所以有一次在上節目之前 我去那個一個 台中的補習班 然後那時候那個老闆說 穿著打扮子很像那個... 一般你要找韓文的時候 穿的就好了 可是我們還是韓國人嘛 而且這不是真正的要找韓... 要找韓文的 所以 interview我穿了這樣子就去了 可是呢 那邊 除了韓國人之外 全部都是就亂七八 就很像一個海邊的感覺 有一些人就 牛仔褲跟白T恤啊 或者是 有一些Pork那樣 很多人穿這樣子 可是有些英國人穿那個滑滑的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 interview的時候 穿了那一些 阿花花你在應徵下都飯店不行嗎 不行我們在... 老是 老是 我們在補習班interview耶 但是補習班你穿這樣會讓學生 真的有壓力啊 對啊 親近感啊 可是我們覺得這個好像 那個人不乖的關節 然後在日本呢 有什麼經濟不能做喔 不能講真的興趣 我發現你們聊天好累喔 你們哪一句真的都可以講 都可以講喔 可能韓國也是嗎 就是 如果那個很多面試的時候 面試瓜都問 那個你的興趣是什麼 那時候 那要講什麼 就是看那個公司的那個風格 一樣的興趣 比如說 妳現在去應徵居酒屋 居酒屋嘛 居酒屋的話 可能我會說 喜歡品酒 我的興趣是品酒 對 像我是我的興趣是 那個看動漫嘛 妳真的興趣是看動漫 對 不過不可以這樣說 到了居酒屋 妳變得愛喝啤酒 那如果妳現在到文具店面試呢 這樣子的話 我的興趣是 研究新的筆記本嗎 對 對 超出了幾個 對 很有潛力耶 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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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對啊 好愛 學下 甄莉姐 妳的興趣是什麼 妳的興趣是大麻醬 什麼大麻醬 不能講真的 不能講真的 對啊 我興趣是喝白酒 哇塞 原來日本還真的不能講真 真的興趣 對 那西班牙的話呢 西班牙 有在應徵嗎 沒有 學歷不能 學歷不能說真的 講真的講假的啦 在日本不是興趣嗎 興趣不能說真的 可以查吧 查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查的時候已經太晚了 已經太進入去了 他一定是看到他查了才過去 已經要開除嘛 開除也是要賠償啊 妳已經 上檔了 妳已經上檔了 所以他不會看了妳的履歷 先查一遍之後再考慮要不要用妳啊 我剛剛不是講 我們是很善手藝 那個 在西班牙如果你不說謊 你就是跟不上那個勞動市場的競爭 因為大家都是 都是在說謊 這個 我又 我又資料喔 官方資料說 我們八成的那個應徵的人 都說謊 然後 那個 最普遍的謊言是那個外語 就說自己會說英文的 這個有 其實我怕的人都會 所以面試的時候說我會 然後我完全不會 我以前不是面試那個 就是巴塞隆那機場的那個 服務人員嘛 對 那個時候有兩個階段的一個 就是篩選 第一個是考試 考試的時候大家都瘋狂的在抄別 就是別人 大家都在作弊 那我們那時候是大概五十個人應徵 然後那個缺額有十個人 那過了大概有二十幾個 作弊還是很多人被當了喔 厲害 然後那個 到第二個階段 我們就是 有一些是真的有能力嘛 那 感覺大家都在說謊說 我會英文 我會法文 我會什麼 明明不會 反正 被 就是被錄取的十個人 我到那個職場的時候 開始跟他們聊天 他們也是全部都承認 要麼是偽造那個文憑 要麼是說會 其實不會的遠 那些 我發現其實唯一的不用索緩的人是我 因為我的 那個學歷本來就是很敬驗的嘛 然後我是 你們知道怎麼叫 大財 大財小用嗎 就是 我發現我其實要索緩是要 把我的學歷講得謙虛一點 才會有比較多的 錄取的機會 不要接話 比較好撿 烏克蘭的部分 烏克蘭 絕對不能做的事 面試不能成功 你們為什麼都要這樣 對啊 為什麼 已經很多觀眾 說我們這個節目 從頭到尾在胡說八道 就是這些人搞的 這些人 來賓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面試的時候 我們會看能力 能力 對 你的能力 所以面試的時候 如果你跟面試管說 你很多東西不會 你就沒有機會 就完蛋了 所以知道我從小孩子的時候 我的父母叫我說 如果有人問你 面試什麼的 你都要說會 所以在烏克蘭去面試的時候 他們有問你 你會用這個軟體嗎 我說會 那你會這個呢 也會 那這個呢 也會 怎麼那麼厲害啊 怎麼那麼找到這種人啊 嗯哼 他說對啊 因為我在大學很努力 什麼都會 之後你知道呢 你會問我 那如果最後遇到問題 因為你一定說會 但是你拿到工作 之後你知道你回家 你就努力努力要學 因為最重要的 拿到工作 拿到工作後再學啦 對 之後就學 爸媽媽嫁給誰 錄取再說 有些東西 不是一天兩天 就學了會 對啊 可是還可以啊 因為平常 就是你的能力 如果你很認真 會學可以學 因為你知道 我朋友說 他有自己的公司 他可能很多人面試 然後他問他們 他們說都不會 因為現在年輕人就說 這個不會啊 這個不行啊 這個不行 他說他們給他工作 沒辦法 這種反而聽起來更討厭 你說太誠實 說什麼都不會 要用他也沒辦法 還不如弄一個會騙的 說什麼都會的 對啊 至少開心一點 好爛的選擇 聽起來好有道理 三位也在台灣 有面試過員工嗎 有 有什麼 你覺得台灣的 因為像我自己 在應徵員工的時候 看 對 我也是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的工作 像我的是有服務業嘛 所以 比方說我有聽過來 我的應徵的同事裡面 比較誇張的是 有一個女孩 她是從一個很有 很知名的品牌 現在非常紅的品牌 過來的 然後後來我就問她說 那你到底為什麼 要離開那個品牌 她就說 我想要留瀏海 蛤 蛤 蛤 對 因為 那妳找甄莉姐的設計師就好 蛤 髮型設計師 妳到底對甄莉姐的瀏海 有什麼意見 很可愛 可愛 可是還有很多人 來應徵是 就是很瞎的 就是因為我之前的工作 是做買手店嘛 那買手店都會有很多的品牌 所以通常來 妳如果要說謊 我一下就拆穿妳了 因為 我每一年的牌子都在換 比方說 我知道妳們很多牛仔褲 然後就講別人家的牌子 那在下啊 那沒做功課 就是我最討厭這種 沒有做功課來的 就是來 然後都不知道妳在幹嘛 然後妳在哪裡有店 不知道 她說蛤 我住這裡 我離妳那好遠喔 這種 我曾經也碰過那種嬉皮笑臉的 問她說 為什麼想要來醫美診所上班 她說 因為她想要打這種錢 蛤 謝謝 謝謝 她是不是在學東西 在台灣其實大家普遍都很老實 我之前有應徵一個 大概四十幾歲的年 也不年輕了 就是一個男生 然後妳看她就身強力壯 妳就跟她說 妳要來應徵 那因為妳是男生 我一定用妳在廚房 妳可以幫忙做很多事 沒錯 那妳不會沒關係 我會教妳 我不要 我只想洗碗 好妳想洗碗 可是我用免洗餐具 請問妳要洗什麼碗 好啦 那我們剛剛就看了 這在各國的這個 密室經濟不能做 但是有一些潛規則 這些點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喔 好 那德國是什麼呢 德國的是 要前雇主推薦工作證明 這應該台灣也是有吧 要 台灣要 非常重要 德國就是如果你不是最 就是像經理這種職位 你從比較低的開始 你一定要提供你前一份工作的表現 那如果 呃 那個前面的老闆 他們當然不會寫不好的 可是當然也會用一些 一些技巧 可能透露一些 就隱藏妳 就是暗示妳的那個表現有沒有好 這樣子 你會德國說我們也會幫妳寫一個很好的理題嗎 卓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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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義大利要做什麼 義大利 喔 要勇於開高興 但是不能帶手勢 義大利跟台灣不一樣 為什麼呢 義大利 你要先知道那個薪水是多少 但是在面試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鼓起勇氣跟老闆說 你值得更好的薪水 你知道你的優點在哪兒 然後一個一個 你都要跟老闆分享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他們會說的薪水是假的 他們故意會寫低一點 因為他們要看你這個員工 對自己有沒有自信 那通常如果你 當然你不能說 可能就是一個月我要200萬台幣之類的 還是要就是有條有理的跟他講 那比如說他現在開給你也是一個月兩萬的話 你會怎麼 你會怎麼跟他講 比如說通常他們開一千五 大概可能三萬塊 三萬多 然後你要四萬 然後你就跟他說 比如說小禎姐 我曾經的經驗是這樣這樣這樣 從這些經驗當中我學到什麼東西 然後我覺得今天我的優點是這樣這樣這樣 那我的優點也可以幫助貴公司得到哪一些 達到哪一些目標等等 那這麼多廢話 你講完了之後呢 你跟他說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的薪水可以從四萬開始 那我們先來看烏克蘭好了 喔 烏克蘭的是 事前瞭解老闆興趣 喔 就是說不能講自己真的興趣 但是要瞭解老闆真的興趣是什麼 對 那老闆會講說 所以要肉搜老闆的意思 因為你知道在烏克蘭有的時候 折磨的時候公司會有活動 那是什麼樣的活動 就老闆喜歡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會去一起駕魚 去叫他吃打彎球 所以呢 所以我們在烏克蘭免事前 你要了解一下你的老闆喜歡做什麼 你要怎麼知道 如果你在這個公司認識人很簡單 但如果不認識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老闆是誰 然後去看他的IG Instagram 或是在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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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誇張喔 真的耶 然後你就是大家喜歡做什麼 因為如果這是你的興趣 你一定會剝照片對不對 好的 一定的 就是把那種拔妹的努力 對… 放在老闆身上 然後你拔妹都是看FB跟Instagram 沒有 我說蔡博文 你要是怎樣 OK OK 所以我在我拔面試以前發現 我的這個跟我要面試的老闆 很喜歡打壁球 壁球 我就在CV寫了 打壁球 很愛打壁球 所以你知道 哇塞 好厲害 所以你知道我的老闆看CV 他都不看 就看看看看看看 然後先去打壁球 他說 你很喜歡打壁球啊 你在哪裡打 我就很厲害 他說真的假的 我就找不到人一起可以打 然後馬上 好 你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上班 可是那你也要 你也要陪他打 對啊 你也要陪他打 他還說他很厲害 所以他很多事情要練 你知道嗎 對 所以問題是什麼 要跟他打對不對 所以我只有一個禮拜 我每天去練習 然後 公測公測 然後走過的時候 老闆只要會繼續打 我跟他打我打不好 老闆說 你打怎麼樣 我說老闆你打太厲害了 我就沒辦法 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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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要考清楚 面試你的是誰啊 因為有時候那種大公司 面試不會是大老闆 中階主管 中階主管 面試的 可是也是一樣的 經理啊 主管啊 所以 因為你現在要知道 你跟誰面試 然後如果他是一個經理 一樣 你就跟經理可以打壁球 哇賽 所以我要跟你們說 在美國也是 在美國也是 我有朋友 他打完球很厲害 他就這樣 因為他的老闆很希望打完球 他就能到工作 那我們來看韓國的部分 韓國 好 搬家整形有好學校 對 韓國都滿奇怪的 像是那個 好的學校是全世界一樣嘛 所以 就還好 可是搬家這個事情 很多外國人都不知道 因為搬家那個 我不是講那個 前一兩個禮拜有搬家的事情 面試前 十年 或者是十五年前 一定要搬家 為什麼 十五年啊 因為很多老闆們 或者是高級機會的人 都是在 在首日讀書 他們幾乎都是在首日講大的 所以 他們當然喜歡 在首日講大的人 所以 現在很多媽媽們想去 江南 江南 江南是很有名 去那邊 講大的話 大家都覺得 以為是 對啊 這個人 個性很好 或是很有禮貌 而且都市也很不錯 厲害 這是房地產公司派來的喔 真的 台灣好像不太會看你的 比較少 因為他就那麼小一點 對啊 反而我喜歡 中南部的 孩子 比較熱情 比較努力 我覺得 比較努力 他們想要光榮 反家這樣 在他們家鄉做很 就是他們是做很漂亮的工作 然後很時尚 然後很跟人家不一樣 而且他們北上求職啊 因為他們還有房租的問題 對 他們的壓力也比較大 所以他不會任意的換工作 對 這是真的 但整形是怎麼回事啊 這個是有一點 我覺得蠻丟臉的一件事情 因為 真的是面試的時候 外面的這個樣子 我說臉很重要 女生 盡量漂亮的 比較 好 比較 比較容易拿到那個工作 因為有一個 我大學的時候 他已經別人 然後他 明明就是 別很好的大學 協力很好 可是差不多 半年一年多 找不到工作 他快 每天要哭 快要姿勢的那樣 可是他 突然消失三個月之後 消失了 消失了 消失三個月之後 神秘的三個月 跟我們說 我 拿到工作了 然後我很想去找他 然後 想問說 你怎麼找 已經都知道 擦身而過 你還沒認出他 整個臉都已經 改變了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人 所以像 那個人在背後抓 敏哉 他還說 就等太多了 對啊 所以在韓國外貫也是很重要 OK 對 那西班牙的部分 哪一個美膏一定要做呢 西班牙 電視 要幫老闆當朋友 沒錯 我也查了官方資料嘛 好像英國跟德國的面試 他們比較不在乎那個 面試的人的那個喜好 像剛剛你講的那個喜好 但是西班牙的面試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問那些個人的資料 個人的問題 就是喜好 你的休閒的時間 你喜歡做什麼 那為什麼呢 我發現第一個是 因為西班牙人覺得 要變成朋友才會信任你 那面試的人一直在說謊嘛 所以就是要變成朋友才會覺得 可以創破那個謊言 那就是要很小心 因為那個老闆是在設定一個陷阱嘛 那可以變成他的朋友 但是要很小心自己講了什麼 像是我的表妹 她在那邊跟那個面試的人 開始講出球嘛 她說自己是把塞隆納的那個球迷 完了 那個老闆她是皇媽的 對 沒了 日本的部分呢 來 日本 日本的部分 要準備 公司研究筆記本 對 先對這家公司有了解是不是 對 還有呢 那個有些大學生是那個 找工作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做什麼樣的工作 所以呢 我們是 了解自己開始耶 自己的性像什麼的 分析的嗎 對 分析 佩德羅就是沒有寫這個 從小到大喜歡哪些事 妳看從幼稚園開始寫耶 哪些擅長的 妳的長處是自由奔放 她寫得很細耶 對 像透過這樣 然後有一些是共同的部分 就是我本身就喜歡的是 所以像是那個我是喜歡外國旅行啊 還有學中文、學英文的話 有可能我適合的工作就是 去外國出差的工作 好酷喔 公司研究筆記本的話 像這樣 每一頁都不同的公司 然後那邊員工多少人 然後那個公司的理念是什麼 還有薪資是多少 意思就是說 妳這公司很有興趣很有誠意 我幫妳研究過了 對 因為本來收集各地各方的情報 對 功課很多 我覺得這個很好耶 因為起碼她做了一個 了解自己的一個 走過自己心情 對 也方便就是說 公司也知道說 這個事才適用 而且來順便看一下 妳做筆記的內容 說不定她會覺得 妳很有條理很有邏輯 等一下 這個是要給主考官看的嗎 這個筆記本 那是自己看的 要給面試 不會不會 不會 自己看的 對 偷偷看的 對 提前那個 教那個過程 對 自己過程 然後就面試 對 這樣 妳看今天講那麼多 除了有一些呢 教妳呢 偷機取巧的方法 其實有的喔 真的妳喔 要好好把它記下來 對不對 下次面試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在上面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跟志祺講 下次見好 而粉絲一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影片 請收看 下次見